玩摄影的一般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喜欢相机才学的摄影 第二种是喜欢摄影才买的相机 请问您是哪一种 实话实说 我是从第一种开始 无论是哪一种 最终大家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拍漂亮的照片 拍受到别人赞取的漂亮照片 但是如何才能得到这种漂亮的照片呢 如果您是觉得背景不够虚化 或相机连拍速度不够 没有抓到自己想抓的东西 或者是视角不够宽 广角拍不全 那世界上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买个好镜头 买个好机身 就能搞定 花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 我们今天就不把这种 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法 放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那咱们今天聊了这种 花钱也解决不了的大事 怎么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 怎么学摄影 当然了如果您是有钱 难买我高兴 我买个相机还听你叨叨叨吗 那您随意 今天我们节目没有太多的避若 但是我这有大量 以前同学上课时拍摄的照片 就想就着节目的机会 也翻出来 其实也想启发一下自己 今天的内容 也许您会觉得 如梦方形 或是也觉得我这说的什么烂七八糟 一句实在的没有 听懂的人自然懂 节目结尾我们有特别掏心掏肺的忠告 欢迎收看彩风摄影生活杂志 我是大马猫本 学之前要准备点啥 学摄影之前 您首先得有一台相机 但是您先别兴冲冲去买台相机 抱回家 一张好照片真的与好器材 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的微信头像 如果是使用自己照片的话 您还记不记得这张照片 是用什么设备拍的 咱们发的弹幕上 都是用最专业的设备吗 反正我的头像 是用佳能5G3这台 2012年的老相机拍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 个人肖定照片 没有之一 不是因为背景虚化 也不是因为这个相片的动态范围好 更不是因为调色或套了蜡 而是这张照片 记录是我自己最自然的状态 我认为最能代表自己 我觉得摄影初学者 在学习摄影之前 最应该准备好的一样东西 就是自信 就是自信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 去拍摄 自信的拍觉得自己好看的画面 其实摄影无非就是 把摄影师看到的现实场景 通过相机和镜头来记录下来 对不对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个性的东西 好不好看 不是别人说了算 您自己喜欢才是真喜欢 不要这个受所谓的摄影大师 摄影前辈的作品所影响 觉得自己既不如人 或者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超越这些人 其实他们的作品也只是代表自己的观点而已 对于多数摄影的这种评奖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看重 因为得大奖的照片 不一定是最精彩的照片 当然了它肯定在技术上方面 饭都错最少无可挑剔 但是一堆评审评选作品 就像我们家过party点菜一样 最后符合所有人口味的吃的 就是孩子吃披萨 大人烤腰腿 不是因为这两样东西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是它最能顾及到所有人的口味 所以新手学摄影 无论手里拿着什么相机 千万不要觉得 我相机不好 我技术不行 还没开始拍就开始灰心 真的大可不必 不是说谁的相机越先进 才有机会拍出好照片 更别指望用最新最贵的器材 给自己壮胆 器材带来的自信 真只是非常非常展示的 而且用好器材 心理压力反而更大 毕竟你的器材比人好那么多 这样多吓人 对不对 咱们得有那种拿什么器材 都敢拍照片的自信 切记切记 自信对于初学者 迈出第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远远大于摄影器材本身的影响 我这里有太多同学拍摄经典照片 其实都是出于早该换代的 退役的老相机 现在这么一看 是不是还觉得挺有味道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学摄影 学摄影 学的是什么 不得不说 摄影是和其他的艺术门来一样 它是有门槛的 但是好消息是 随着技术的发展 相机的使用是越来越简单 入门的门槛是越来越低 不像以前一样使用胶片 你现在从光圈 开门 对焦 这些特别枯燥的 这个底层技术学起 现在的相机 自动对焦 自动曝光 按下快门之前 您就已经看到照片 拍摄之后的样子 甚至连以前 摄影师 难道大多都是摄影师 这种大光比的场景 都有现在相机 自动HDR来帮你处理 初学者 被新技术宠幸的不得了 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的得到一张 曝光基本准确 焦点基本清楚的照片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相机可以帮我们做到大多数的事情 怎么才能让自己的照片 比别人的照片好看那么一点点呢 我在这里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调查 问问您平时拍摄时候用哪个档位 咱们弹幕上先打出来 M代表手动 A是光圈优先 S是快门优先 或者是傻瓜自动挡 反正我自己用的是光圈优先 其实上面无论用哪一种方式呢 都没有说谁比谁更高级 只是说适合于不同的场景 但是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告诉说 必须掌握的两点 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设置 就是您可以不懂光圈 快门 ISO 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两个 那就是曝光补偿和手动白平衡 具体的操作 我不得要讲了 因为网上有太多这种教学 来解释这个两个的设置 大家可以看看 我记得这个金叔曾经讲过一期 您大家可以翻出来 为什么是这两项 首先曝光补偿 它可以让您逐渐掌握 什么叫正确的曝光 什么叫合适的光比 只有得到了正确的曝光 照片的颜色呢 才可以显示到最饱和的状态 而手动白平衡呢 解决了照片颜色 在不同光学下的这个准确性 你看啊 同样的晴天 站在阳光下 站在树影下 或者站在房子后面 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色彩 别告诉我说啊 我前期放的自动 后期拍摄这个RAW格式来做调整 如果啊 您在拍摄前期的时候 都没有意识到色彩不佳 那怎么能在后期上 做到所谓的这个精确调整呢 学摄影啊 其实不是学相机的操作技术 职业摄影师照片好看 不是因为光圈快门 摆弄的熟练 而是说他们知道 在哪里可以找到最佳的光线和角度来拍摄 我们其实把更多的精力啊 放在找的好的光线上 其实那些号称使用M档的摄影老法师 古德光圈快门ISO 不见得它的拍照功力更高 如果您掌握了曝光补偿 还有手动白平衡 既是使用A档P档傻瓜档 也能轻轻松松拍出好的照片来 其实摄影的入门的门槛很简单啊 但是再往前走 谈到如何表现色彩 如何表现光线和构图 这就进入到审美的范畴了 其实啊 这方面可说的不多 因为多数人的天花板基本就在这里 包括我自己 每次逛商场的时候我都想 这么多难看的衣服 那有人买吗 那没办法 其实我也是那个买难看衣服的人 你看不可能 人人都成为这个穿搭的达人 摄影也一样 但是呢摄影的美感培养呢 并不难 就是在别人的照片里面呢 都可以找到答案 我经常被同学问到说如何构图 构图本身呢 其实并不代表美或丑 只是个人表达的方法 不一样 千万别说自己不会构图 您可能想多了 构图这事真是简单到每个人都会 给您举个例子 如果给您一个空盘子 再给您几个食材 让您摆盘 我觉得所有人都不会把这个 所有食材堆在这种中间 对不对 我们把有限的元素 想办法错落有致的 放在一个画面 放在一个框架里边 其实这不就是构图吗 是不是 说起来就很容易 其实学习构图呢 就是从这种慢慢思考和调整 到后来成为一种本能反应的这个过程 我忘了是谁说的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但我就特别有道理 就是即使最有经验的摄影者 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这个构图和画面里的元素呢 也凭的就是直觉 或者是运气来决定的 这种理性的思考呢 只是部分的参与 这时候呢 感性的反应要快于理性反应 手和眼睛要快于脑子 之所以我们要说多拍多看 就是让自己脑子 适用这种取景器的视角 让脑子用镜头的焦距的视角 和这种透视观去去思考 久而久之呢 人就跟相机成为一体了 说到这个后期啊 要不要学 要学 但是不要刚开始 就沉迷于各种什么特效 滤镜对战什么的 后期其实只是把你前期拍摄 不完美的地方呢 做修饰而已 比如像这种高光笔 或者是用暗调的调整 或者是最终的精细的剪裁 如果一张照片 在后期花费的时间超过一分钟 我就觉得这张照片 前期拍摄的是失败的 刚开始学习摄影 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前期拍摄 这时候呢 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书 也麻烦打在弹幕 或者评论里边 大家分享 我特别想从别人也得到这种知识 我推荐的这本呢 一个叫《摄影师之野》 它已经出了好几个版本 对于构图呢 是很有启发 另外一本呢 是关于光线的 里边有很多 其实偏商业的案例 但是对于理解光线 认识光线呢 打击出非常有好处 上面跟您说了 学习摄影的方法 多看别人的作品 多看书籍 或者上网学习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是呢 掌握摄影 只有一种方法 它跟其他的任何一门手艺是一样的 就是靠大量的练习 怎么练习和提高 我这里边有一些小建议 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 你看啊 多看多拍 多看呢 是为了打开自己的摄影的思路 模仿别人和借鉴别人的作品 找到自己的拍摄的习惯和风格 但是多看多看 看的是什么 不是说看别人拍的风景 那你直接看那地理片就好了 也不是看妹子大张腿 看一张照片 我一般会从这几点 技术点来看 第一呢 就是去估计这张照片 用什么焦距和什么镜头去拍摄的 理解主体和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 放几张照片 您猜猜这是用什么焦距拍的 第二呢 就是看照片的光线 光从哪来往哪去 有几个光源 每个光源在画面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配合我前面说的那本关于光线的书呢 帮您系统的来理解这个光线 第三一点呢 就是猜测一下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间 在什么环境下拍的 其实呢 用它来积累自己在现场拍摄 对于题材的这个安排 或者统筹的能力 当然了 这些照片去哪看呢 我一般就是去Instagram 如果您有特别喜欢的摄影师 也劳驾打在弹幕上 咱们一起来学习 当您能看懂一张照片呢 就自己可以尝试在类似的产品进行复盘 由于看的照片够多 你的脑子里呢 在拍摄的想法也会变得更过 相信我啊 这个大师也是用垃圾照片堆出来的 只不过人家是从上万张照片里边 挑出最精彩的一张 咱们如果一年才拍几百张照片 就像厨师 这就太自信了吧 但是幸运的是啊 我们现在拍照的时候啊 不用再多花钱 数码相机买回家 您拍的越多 这才是赚到的 快门寿命15万次 且也得用呢 练习拍摄呢 也不是盲目的瞎拍 当您经历了初学者这一集呢 接下来往高楼走 就是面临各个分门别类的这个偏向 您是喜欢拍人像 喜欢拍风光 拍食物 还是喜欢拍人文 这个拿什么来练手呢 这是非常有学问的 如果您打算从事专业的摄影 那一定是数业有专攻 打算干什么 就拿什么来练手 找个师傅跟着学 没问题 但如果是一般的爱好者呢 并没有特定的方向 那您最好选择那种 拍摄难度低 但是练习效率高的题材 如果您选错了练习赛道 拍的辛苦还不如片 这摄影热情绝对备受打击 这里最常见的有三男 还有三异 您听好了 先说三男 什么男 人像男 人文男 微距男 这三个都是大坑 看似呢 很容易上手的题材 但是呢 男点往往不在摄影本身 人像男在哪 男在模特会不会配合 长得好不好看 如果您遇上了个自动模特 您怎么拍多好看 如果您要是遇上个 没经验的女朋友 让你拍到怀疑人生 人文想拍好呢 拼的是文化底蕴和社交的能力 而微距呢 难在对于灯光的要求太高 上面三个题材呢 如果你拍不出理想的作品 也没沮丧 因为根本不怪你 我建议新手练习啊 从那种更锻炼光线构图色彩 也就是摄影最基本的 这些技术的题材开始 说到三亿 三个容易哪个容易 风光容易 主体呢是死的不动的 变化的只有光线 只要您够勤奋 天天拍就一定能拍出大片 对不对 接拍容易 让你练习呢 观察或发现身边的美 并且可以迅速决定构图和曝光 况且呢您不用跟人打交道 没有这种精神压力 拍镜物或者拍实物容易 安安静定的让您练习 怎么布光怎么来构图 其实啊练习拍摄 不一定非得追大场面 从身边拍起 让摄影变得有趣 让摄影变得有爱 马格南图片社 大家听说过啊 很牛 这个是向最著名的 新闻摄影这个独立组织 但是加入者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关心人类 说白了 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这才是摄影的根本 哎呀 说了学什么 说了怎么练习 咱们这期节目呢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给大家一些零散的 这个直言片语的忠告吧 对了啊 在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们准备在微博上再开个帖子 专门让大家贴照片 互相找亮点 互相鼓励 想学习摄影的朋友呢 请关注一下采风的公众号 这里边有具体的控制安排 我们会在里边有更新 忠告是什么 出门拍摄 您如果觉得怎么拍都拍不出来 别勉强自己 收起相机早点回家 说明今天不宜拍照 心情没有在那儿 那个摄影呢 能不能成为职业 这事呢 真得看老天爷是不是上饭吃 其实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创作的瓶颈 只不过这个瓶颈粗点细点的区别 当摄影走到了商业的那一头 最终拼的还是怎么包装自己 怎么哄客户开心 当然了 如果您是器材党 或者是键盘摄影师 我就觉得12比特4RR 从嘴里说出来 套着那么有层次那么爽 没问题 其实大家都是喜欢相机 这个大玩具的人 为啥不能开心做朋友呢 只要不给别人添堵 咱们怎么高兴这么玩 对了 还有一点 很重要就是好照片 一定一定要分享 告诉大家一个绝招 就是拍完照片 不要马上发 存着 过了六个月 或者过了一年 当大家已经把当时的事 都忘的时候 你再分享 对方绝对特高兴 特感激 记录下当时那一瞬间的他 其实记录时间 才是摄影最大的加分项 你可以让朋友们 好好感受一下摄影的力量 好了 今天跟大家 好好聊了一下 关于学摄影的一些想法 如果大家想交流的话 请在评论下边留言 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毛毛本 咱们下期再见